如果视频上没有曲线字幕的话 请点击视频上的字幕按钮 我们继续介绍史上最伟大的受学家之一 埃瓦里斯特·戈洛瓦 首先我们来看引起戈洛瓦和其他人决斗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迪·穆德尔 她是戈洛瓦史前几个月所居住的一个招待所里面 一个医生的女儿 她告诉戈洛瓦她的一些麻烦事 最后导致戈洛瓦和其他人决斗 戈洛瓦说 她是这个无耻封伤女人和两个受骗者的牺牲品 这个无耻封伤女人指的就是迪·穆德尔 两个受骗者指的是她所谓的叔叔和她的威风夫 他们是否是她的叔叔和威风夫 这个不清楚 戈洛瓦的决斗对手有几种说法 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威风夫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共和派人士 戈洛瓦说是我们上一个视频谈到的那19个受审的 共和派人士之一 这个戈洛瓦指的是基督上伯爵助者戈洛瓦 他和戈洛瓦是同时代人 是戈洛瓦共和派的战友 戈洛瓦写了好几封信 他写了他以前得到的一些收学方面的结论 这个结论的这个大致内容以及证明方法 在写给前提共和派人士的信中 他说他将成为一个无耻封伤女人的牺牲品 他已经想过各种办法来避免这次决斗 但是迫入形式 无法避免 他要求 他叫这些共和派人士原谅将在决斗中杀死他的人 说他的决斗对手是真诚的 戈洛瓦在决斗前夜来 为他的两篇论文写在介绍里面 充满了暴乱苦涩指责和讥讽 和说中和工科学校的考官 是世界上一些科学界的这个有权有势者 都受到了戈洛瓦的攻击和讽刺 他是对科学家等级观念 对一些名科学家致富和傲慢 会有力的控诉 在给他的最好的朋友 奥古斯特 西瓦尼亚艾的信当中 他叫奥古斯特 请亚克比就是具名的社学家亚克比或者是高斯 就高拉瓦的这个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而不是成果的这个卷决性公开发表意见 他希望这些通过这些名科学家的这个公开意见 来引起其他的 其他社学家的重视 希望以后有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来整理高拉瓦的这些成果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决斗规则 高拉瓦他的决斗是采取的首枪决斗 首枪决斗 每一个决斗人他都有两个助手 所以这个一共就有四个助手 这个他们所站的位置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双方的助手就是四个助手 站在一个顶点 站在这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顶点 这个决斗的双方 站在这个等边三角形另外两个顶点 这个决斗的这个双方 在这两个铁壁核相距是35度远 在这两个铁壁中间放了两块手帕 这两块手帕之间的距离是15度 手帕和铁壁之间的距离是10度 决斗人的位置 这个手枪 以及先顾这个决斗规则的咒手 这些都是由抽签决定的 就是你这个决斗人 高瓦是站在这一点还是站在这一点 对吧 决斗双方用哪只手枪 以及由谁来先斗 这个决斗的规则 这个都是通过抽签决定的 听到指令之后 这个决斗 决斗者都开始移动 移动的时候 手枪朝下 先到这个手帕这个位置的人 就必须停下来开箱 开箱之后 必须停下来 等待对方开箱 对方必须在一分钟之内开箱 开箱的时候可以移动 或者是原地开箱 从击中之时开始计时 被击中的决斗对手 允许在一分钟之内开箱还击 如果决斗的对手中盘倒下的话 允许在两分钟之内开箱还击 决斗的时间是1832年5月30号早晨 决斗的场地位于巴尼市中心和让蒂根 这两点之间的一个小湖边的临终空地 从巴尼市中心到让蒂根 它的距离是大约是5.3公里 如果不行的话 大概需要一小时九分钟 这个决斗的地点呢 就是在这两点之间的一个小湖边的临终空地 由于路边蓄林的遮挡 从路上看不到决斗的场地 盖拉瓦腹部重大昏迷 他一个人都是躺在路边 其他的人都离开了 盖拉瓦昏迷醒来之后 听到了马蹄声 他就决枪求救 路过着农民将他送到了医院 1832年5月31号 也就是决斗的第二天 上午十点钟 盖拉瓦在柯青医院去世 死因可能是护魔炎 盖拉瓦死先拒绝请牧师祈祷 他则通知了他的弟弟来客行医院 盖拉瓦的弟弟问盖拉瓦是谁杀了他 他的弟弟说盖拉瓦是国王的警察 盖拉瓦说是自斗 他就说怪自斗不是怪来 不是怪决斗的对手 叫他的弟弟不要找这个决斗的人报仇 盖拉瓦的弟弟阿尔弗雷德一生都相信 盖拉瓦是国王的警察 害死人 盖拉瓦死之前对他的弟弟说 他说别哭 阿尔弗雷德 二十岁面的死亡 需要全部勇气 1832年6月2号 盖拉瓦葬于 蒙帕纳斯公墓 具体的位置不清楚 大约有三千个共和派人士 参加了赞扬高拉瓦高尚品德的演讲 葬礼引起了骚烂 在皇后镇 在他亲戚的这个坟墓的旁边呢 人们给他立了一块碑 立了这个一块墓碑 但是高拉瓦没有埋在皇后镇 他埋的地方是 蒙帕纳斯公墓 具体他的这个粉墓的位置 现在不清楚 1909年 法国受学家 法国科学院院士 以及其他的一些官员 学习的学校 学习了送扬高拉瓦天才的活动 1909年6月13号 在高拉瓦的屈身地 黄后镇 黄后镇的市长 法国科学院的秘书 高拉瓦 高拉瓦理论 都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受学家之一 欢迎点击屏幕上的订阅 或关注按钮 也就是英文是不是cribe按钮 也欢迎转发或分享 点赞及评论 谢谢观看 再见